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龙2 根据从台湾产业链放出的最新消息 VCSEL明年将迎来苹果公司一份更大的垂直枪面发射激光器订单 消息人士指出订单量的过大表明 苹果将会把面容ID这个功能覆盖到自家的更多产品当中 报道称新一代iPad预计会在2018年3月份发布 面容ID功能将率先使用在新iPad Pro上 并且新iPad Pro将会采用全面屏同时取消传统的Home键的设计方案 配置方面则将会搭载A11X Bionic芯片同时内建M11斜处理器和NPU 整体看上去可谓是非常的强悍 但这么大的全面屏想象一下这家伙掉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据外媒消息 iPhone SE2正面将会保持iPhone 5的外观设计元素 改变主要集中在手机内部和背面 BGR的报告显示iPhone SE2会采用双面玻璃的结构 今天网上曝光的叠照已似证实了这一点 从叠照来看 iPhone SE2背部采用玻璃材质配备单摄像头 闪光灯一致摄像头的下方 至于是否会加入无线充电 目前还无法确认但可能性较高 据了解苹果目前正在印度生产制造iPhone SE2 即将会搭载A10 Fusion处理器 前置700万后置1200万像素摄像头 2GB的运存同时提供32GB和128G两种存储空间可供选择 内置1700华氏电池 该机预计将会在2018年第一季度推出 售价方面32GB版本价格很可能定在350美元 约合人民币3000元左右 那么在全面屏成风的当下 你会考虑花3000块买一台小平板的iPhone吗 对于三星来说 到现在S9基本已经完全定型了 就等着在开年2月份的MWC2018上经验登场了 现在网上再次流传出关于三星S9的消息 消息称S9相比现在的S8来说 其外放音质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其不但提供了上下双扬声器的设计 同时还将采用哈曼立体声扬声器 听起来就很高大上 而在配置方面 三星在S9上同样会使用 骁龙845和Exynos 9810同行的发布方式 至于外观新机相比上一代 在屏占比上会再度提升 预计将达到90%左右 遗憾的是屏下指纹识别依旧没戏 背部指纹一致摄像头的下方 该机最快将会在明年3月份 在国内市场开卖 售价将超过6000块 各位感觉如何 今年几乎所有能叫得上名字的国产手机品牌 都发布了自家的全面屏机型 当然除了魅族 现在海信又一款全面屏新机 正式入网工信部 新机正面配备了一块 采用圆角切割的18-9全面屏 背部采用了3D玻璃 同时还加入了类似荣耀9的纹理 视觉效果还不错 双摄像头位于机身左上角背部中间 还有一枚指纹识别按钮 而在配置方面 新机搭载主频2.2GHz的8核处理器 提供4GB或6GB的运存 又是4或128GB的存储空间 前置2000万后置1200万加800万像素双摄 内置一枚3320毫安时的电池 运行安卓7.1.1系统 这样看来 该机应该会作为海信的高端机型上市 那么这样一款机型 你愿意出多少银子购买呢 共享经济是2017年非常热门的一个词汇 共享单车 共享马扎 甚至还有前段时间爆红的共享女友 现在海口人民又解锁了共享的新玩法 那就是共享男友 该场景出现在海口一商场里 你只需要扫描二维码病之父一元 你面前的帅哥就会陪你一个小时 你逛街他林包还能陪你拍照修恩爱 时间结束后 帅哥便会回到共享厢 等待下一位顾客扫码 据了解这六位帅哥都是商场里的主管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享男友 不仅颜值要到位 身高还必须在1米8左右 年龄19至26岁之间 且必须是单身 怪不得妹子们使用之后都纷纷点赞 想想商场为了促销 还真是绞尽了脑汁啊 也不知道这六个小伙子到底是辛苦了 还是爽翻了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少论关注微九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